大選是進步或退步的選擇 也是信賴台灣或是依賴中國的選擇 侯市長 柯主席 你們真的認為接受一個中國原則 九二共識或兩岸一家親 就可以獲得和平嗎 兩岸議題是要選總統的必考題 賴清德對自己有信心 侯友宜反擊 他無法維持和平 你講幾次的和平保台 做國大代表的時候 拿一個牌子 說中華民國是復國神山 這是我以前從來沒有聽過的神話 因為這要給中華人民共和國 接受才有可能 侯友宜連復國神山都搬出來 柯文哲則強調自己有成功經驗 能復制 大家都非常關心我們台灣跟大陸的關係 我的主張是台灣自主兩岸和平 我辦過巴士雙城論壇 也辦過2017年的四大運 我有成功和大陸打交道的經驗 柯主席 你平時公為均勇 你的兩岸一家親 你負到大小聲 接受一個中國的環節 請問你如何走蔡英文總統的外交路線 社會擔心你簽作政黨協議 只是你全家哭 如果你擔任總統和中國簽作協議 是全國人民都要哭 我們都一樣追求和平 但不一樣的是你們走向統一的假和平 兩岸和平攸關全民福祉 維持現狀更是全民共識 三位候選人當然得使出渾身解數 說服選民自己能堅守主權 保家衛國 下一集我請你就是這間小組 泰國報道